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哇哇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 媒體人胡孝晨 大家好 以及能量解讀師 小摩老師 大家好 以及命理老師 廖美蘭教老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是 活動的主持人Tek 哈囉鄭大哥還有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非常歡迎四位 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是 住處不單純 這不單純 無形的不單純 小摩影響你的生活 那麼大摩甚至於傷害健康 重摩甚至危急生命 這個有個網友他剛結婚 那他跟老公搬到一個租房子的地方 那自從住進去以後呢 身體就開始出現狀況 家中也有一些 沒有辦法解釋的事情發生 只有四十天而已 比較快的 搬出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來請教一下陳 這對那個就是剛新婚的夫妻 他們大概這個事情發生在三年前 他們在那個新北中河的一個巷子的一個 去租人家房子 那住了進去的時候呢 結果後來就發現到一個很詭異的情況 因為當天晚上入住之後 就發覺到奇怪 整棟大樓好像冷冷清清的 而且好像也沒有什麼人在住 那個燈都昏昏暗暗這樣子 那時候他也沒想太多 兩個人就很開心的就進去了 就入住 結果入住沒多久之後 就發現到一個問題 就說奇怪 怎麼他夫妻兩個人突然間就感冒 那也沒想說可能就是因為流感的關係 或怎麼樣也沒有想太多 一到後來太太她在洗澡的時候 就才住到第二天 那個第一天就感冒了 第二天的話有沒有去洗澡的時候 他會覺得在那邊洗一洗一洗 覺得那個有那個風 冷風 就從背後這邊吹過來 就吹過來 有些浴室比較通風會有風的縫隙 對 很怕是這樣子 但重點來了 重點在於就是浴室的那個窗戶在前面 有沒有 後面是門 為什麼風會 要不然就是那個風進來的時候 是那個循環風扇的概念這樣 那時候當然也沒有想很多 然後沒多久之後的話 他就想說奇怪 因為我剛剛講說 這個看起來很冷清的整棟大樓裡面 其實在旁邊還是有一個住戶的 還是有一個人住在那邊 結果才住了大概幾天之後 他發現到 門口放的鞋子不一樣 就是說可能這個尺寸是這個樣子 突然間可能換一個別的尺寸 他想這個怎麼住了幾天之後 這個鄰居也搬家了這樣 那這一搬家完之後呢 他們就覺得說這樣子 應該也沒什麼事吧 一直到後來這個太太覺得說 那幾天越住越不舒服 越住 住到後來的時候 整個胃在痛 痛到整個都彎腰有沒有 都要彎腰走路這樣 那先生也很離奇 就在同一天的時候呢 就到樓下去 砍機器去喬 一喬就閃到自己的腰 那閃到自己的腰的話有沒有 就在想說 這個事情真的有沒有那麼詭異啊 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透過朋友 就問了一下說 我們最近住進去之後 一直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就那個朋友就跟他講說 要不然我找個老師有沒有 然後來幫你看一下這樣好了 這樣 他說好去問老師 就來問老師的隔天的時候 老師還沒有來呢 房東先來 先來了一句 就是問這夫妻兩個人 你們住得還習慣嗎 那這對夫妻就想說 我們在外面住房 住那麼久 第一次碰到那個 這個房東這麼好客的 還有問你住得還其實不習慣 他說這是什麼意思 結果果然有沒有 後來之後老師來的時候 一看他說 你有沒有趕快搬家吧 就建議這對新婚夫妻說 不要住了 趕快搬 可是第一個老師這樣講完之後 也沒講什麼問題 他們也覺得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那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說 新婚夫妻就想說 那我們乾脆就直接有沒有 自己再繼續住下去這樣子 後面就開始狀況有沒有 開始就越來越 越來越嚴重 那嚴重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因為後來之後 就變得就是說 這對夫妻的話 已經到了常常生病 大小災難不斷 然後碰到了很多一些奇怪 沒有辦法去解釋的一些問題 那時候還想說 我們要不要找第二個老師 因為很多人都有這個習慣 跟看醫生一樣 第一次有沒有 看個醫生跟你講說 這個拿個藥就好 結果發覺沒好 就問了第二個老師 這個老師有沒有 後來之後幫他去看了一下之後 就跟他們講了一句 讓他們嚇壞的話 什麼話 他說 他說你們搬進來的時間 那個時程是最差的時程 照在農曆七月前幾天 照那個是最差的時程 然後整棟大樓呢 又是這排房子裡面 最差的這一棟 然後你們住的那一戶 又是這個所謂的 整棟最差的房子的 這一棟裡面 形容最差的那一戶 叫做差中之差 我們講重中之重有沒有 他叫做差中之差 差到了一個極致這樣 這類夫妻想說 那好 真的要趕快搬家了 那這樣子的話不行 後來之後呢 出現了一個壓倒 最會跟稻草的這個事件發生 什麼事件發生呢 就是先生還在外面 那一天晚上 先生在外面工作還沒有回來 太太覺得說累了 我就先睡 就在臥室裡面睡 那一睡...睡沒多久之後 就聽到好像先生有沒有 開了門之後 然後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門開了 關了門之後 然後把那個鑰匙 就放在那個桌子上面 就是鑰匙有啪了一下 弄到桌子上面的聲音 他想先生是不是回來了 就在那個床上等半天 說奇怪 怎麼到現在 還不進來咧 結果他就出去一看 沒有人 後來之後呢 又發生到那種 看到就是說 那種他先生看到的就是 有一個像黑影 就從那個廚房這樣 啪過散過去這樣 當你... 人就是這個樣子 當你有沒有看到了 這樣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你心裡就相信了 所以之後的話 這夫妻趕快有沒有 就把搬家 然後把這個事情有沒有 就寫在社群的網站上面 他們住了四十天就搬家 換句話說在這四十天中 他們歷經了多少事情呢 歷經了感冒 歷經了胃痛 腰閃道 然後再來 這個出車禍撞車嘛 對...他有撞車 聽到怪聲音 客廳有影子 看醫 看醫生看了四次 好 Tek 你會搬嗎 搬 搬 我押金都不要了 對啊 要求我 這住得很不平 那我想請教一下廖老師 為什麼會這樣 應該就是說 這一間房子不乾淨 不乾淨 他已經看到了嘛 那其實 一般人如果說 我們押金都付了耶 沒關係 命很要緊 對 因為一般我就是 碰到很多來諮詢的客人 他們的觀念會存在說 如果是自己買的房子 比較要緊 對 他們就會很注重什麼 辦公室 入住的日子 對 因為被永久要住的 對 可是租房子 他們就忽略這一點 就覺得那是租的沒關係 連搬家 然後房屋的座巷 這間房子到底乾不乾淨 對 還是進去的磁場好不好 他們就會省略掉 就會忽略 可是往往就是 我接到很多的案件 就是說 我們剛講的 校程在敘述的這一個 就是網友所闡述的 其實還好 就是說他們即刻搬走 那我有碰過就是說 租房 我當初跟他說租房 你還是要挑日子 還有租房 我教各位觀眾一個好方法 比如說你不知道 這個房子乾不乾淨 然後又是租房子 又要請老師 有時候老師不好約 那有的老師很 價格就是要收費 那如果是 有這一方面的困難跟顧忌 來 你不是帶貓就帶狗 很簡單 如果你有養寵物 狗跟貓是 他們是有陰陽眼的 而且他們對這種磁場 寵物對磁場的敏銳度非常高 那比如說我之前去看房地產 我都會帶小朋友 小朋友的磁場也很高 他們覺得好 真的那個磁場就好 覺得不好 他們會害怕 或是突然驚嚇哭 那個就不要 那比如說狗 你帶著狗去看這個房子 牠會在那邊蹲下來 坐著就趴著 這個房子 就百分之六十以上就及格了 如果 牠安心是不是 對 那個磁場 牠會在那邊待著 你看我們一間房子 如果有養寵物 然後那個寵物都會 選最舒適的地方 趴在那邊睡覺 對 那個方位磁場就是很好的 對 那如果我們帶狗或是貓 去那一間要租屋的地方去 看的時候 狗是很焦躁不安 跑來跑去 甚至有驚嚇 我們就先考慮不要 所以要租房子 其實是要很慎重 連搬家日都要很注重 才不會有什麼煞氣 窮婚 或是裡面不乾淨 我們都不知道 了解 住了之後 我有碰過是 在裡面全家都得癌症 就得癌症 然後一個一個死去 他們才經絕 然後才要搬家 恐怖 所以其實租房子 現在有規定 這個房東其實都要講 對 都要告知 以前發生什麼事都要講 他可能沒有講 好 等一下我們回來 繼續請教來賓 來 先休息一下 據說你有通靈體質啊 對啊 那你從小有看得到嗎 我應該是出生就看到的 然後所以就是很 我一直都是很敏感的這一種 從小到大 所以其實還滿困擾的 就是老師可能數一個 班上五十個人說 我數就是五十一個 這種概念 真的 對 小時候就是這樣 聽說你家的附近 那時候如果有人你召喚 你還會受影響 對 因為我覺得 這間是很重要的地方 是說你的房子 有沒有受到保護 就像剛剛那個廖老師說的 房子很多人就是連租屋處 他也不在乎他的氣場 這件事情 不在乎他的這個能量的保護 那我以前的家 舊家呢 就是沒有保護的那一種 那時候也不懂嘛 那所以呢 就是隔壁鄰居啊 剛好有人在辦喪事 然後半夜他們就在做法事 然後全家人都聽不到 他們在搖那個 招呼鈴的聲音 只有我聽得到 然後我就整夜都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等到他正式早上 要開始招呼的時候 因為招呼那個鈴的時候 不只是呼喚那個靈魂來 他也會把四周圍的靈魂 都一起召喚來 那那時候因為是沒有保護嘛 也沒有開始說 在做功課啊 學習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是躺在床上睡 我記得好像是 好像五六點的時候吧 然後他開始在搖那個鈴的時候 在做招呼 然後所以就是從天花板 然後從房子外面衝進來 大概可能有上百個灰色的影子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拉我的靈魂 應該可以這樣說 你就覺得很像很像 有人在拉你的衣服 拉你的頭髮 然後把你一個往上提 然後呢 我就一直沒有辦法抵抗 因為已經 等於就 大家可能看過哈利波特嘛 他不是都會把你的快樂 整個吸走嗎 的那種感覺 他就是把我的靈魂這樣往上拉 然後其實已經有點漂浮起來了 然後我就整個是 昏過去 完全沒有意識 很可怕 但我的家人都還在家裡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那時候妳多大 那個時候 大概也三十幾歲了 那昏起之後 練後呢 那個時候是還好 就是我可能在最後 還有意識的幾秒鐘 我傳了簡訊給我 那個時候的老師 所以呢 我已經昏過去 我完全沒有意識 然後他們到的時候 就是趕快按電鈴衝進來 然後趕快把我搖醒 然後搖醒之後 因為我已經完全就是有點 就是不知道外面 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已經沒有 就是妳有一點點恍神 因為妳的魂魄也沒有 那麼完整的在身體裡 所以那個時候的狀況是 趕快到山上的道場 然後請地藏王菩薩 幫我把靈魂推回來 對 妳有通靈的體質 妳有跟妳家裡的人說嗎 大家都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 聽說妳有一次去香港出差 發生什麼事 去香港出差的時候就是 那時候是住在十六樓 然後是一個邊角 然後就是我那時候 也放了金鋼精 然後該放的東西都放了 就是室內非常乾淨安全 但是睡到半夜 妳進去以後先放金鋼精 對 我都會吃 每個飯店都這樣 我自己會隨身帶 那個時候 那現在的話就會用光 或是用西方的模式 會去處理 對 然後所以房間非常的乾淨 就我覺得很舒服 但是睡到三四點的時候 就有一個聲音 一個女生的聲音在外面 然後我就說不會吧 然後她就去 嘆息聲 對 嘆息聲 她就在一直這樣 然後我就在房間裡找了 我就很生氣 因為她太吵了 我早上還要上班 所以我就爬起來看 因為都沒有 很乾淨 然後我又回去睡 再來 她又再來 嘆氣的時候我就生氣了 然後一打開窗簾 她在我十六樓的窗子外 在窗外 對 她就在窗外 然後她就這樣害了我一整個 出差的七天 她就在外面一直 嗨 一直嗨 一直嗨 然後我們也不能拿她做什麼 因為她是在我的這個結界之外的 在這個空間地結之外 可是在飯店的窗外 你還聽得到嗎 可以 很大聲 對 因為我們都是用腦波在溝通的 所以其實無論在哪裡 我們都還是可以聽得到他們聲 你那時候說 人家在那個 招魂的時候 然後你受到影響 不好意思 可以請到那個哪裡嗎 那個在我家 因為我很小的時候都住在北投 北投 對 可是我覺得重點是 你的房子有沒有保護 其實在哪裡都會發生 有可能發生這種事 每個地方都有 好 小某老師有認識一個師姐 一開公司了 一連串碰到隨事 對 他們就是搬到一個 新的公司的一個位置 然後那個是算是 大概有十年的大樓 也不是很新 但是就是整個裡面還滿乾淨的 感覺乾淨 所以他們就搬進去了 他們也沒有特別 就請了一個老師來看 可是好像也只看到了一個地靈 所以他們只拜了一份的 就是只拜了一個地靈 那然後可是他們隔了大概 在住了就開始工作幾個月之後 忽然有一天 他們就每天都會覺得 好像辦公室裡的東西被移動 然後每天都很天花板裡 都有那些稀稀縮縮一些 很奇怪的聲音 然後常常就是東西都東倒西歪的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後來再隔了一小段時間之後 他們因為他們是做設備的 所以設備就被火燒了 整個辦公室燒得無其麻黑的 然後他們還沒有處理完的時候 又隔了一陣子 大概隔了一兩個禮拜 整個天花板的水管都破了 所以整個辦公室又火又水 不順 超不順 所以那時候就請我 還有我們的那個時候的老師 一起去看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的是 他那個地方其實 因為他只拜了一個 那個時候老師可能是看到一個 但他沒有看到的是 因為那個地方剛好是 三個地靈的交界 所以他那一塊空間非常有趣 就是三個人在管 三個地靈在管 他只拜了其中的一位 那其他兩個地靈的能量 就覺得不行不行 你這樣子怎麼可以 所以他們就開始搗蛋 對 就打起來了 所以就整個水火不容 就真的水火不容 對 那後來也是就是建議他們說 好那你們還是三個都要處理 所以後來就是請老師 把他收進一個鐵罐裡面 然後在房子的角落 給他一個空間 然後每天就會擺三份的便當 然後點蠟燭給他 後來就是事情就 慢慢公司就慢慢比較損了 不過前面那一筆也是賠得很慘 安大好了就對了 真的 那麼等一下我們來聽Tek的故事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剛剛我們講到這個新婚的夫妻 他去租房子結果不乾淨 那Tek呢 過期也不做出 也不做為什麼 應該是講說對於我們來講 這種北漂的小孩 我們在租房子這件事情 其實不會太認真 租就好了 有租房子又大就好了 但是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你才會發現說住處真的很重要 那我那一件事情其實是 一開始我去找到這間房子的時候 是合租的 三房兩天 然後我就其中一間雅房 那我進去看的時候 我當時其實身體也沒什麼異樣 也沒有什麼感覺 反正去就是一張雙人床 然後還有一個沙發 電視 然後只租我一個月三千塊 你會租沒有 你百分之兩百租 三千塊有夠租的 對 很便宜 所以你當時的第一個想法就是 又有雙人床 又有沙發 又有電視 好 那我就租了 好 租了之後一開始其實 也沒什麼太大的異狀 大概住了兩個月之後 就跟朋友吃飯 聊天 他們就發現我的肩膀 斜一邊斜得很嚴重 那我一開始 我其實也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反正就是他們講了之後 我才發現說 我好像真的肩膀都斜斜的 但是我認為是我背包包的關係 就是可能我比較常背這一邊 所以或者歪一邊這樣 但後來我又發現不對啊 我那時候完全也沒有這種 斜肩包的包包 我都是雙肩包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好 也不宜有它 我想說那我就自己 調整我的身形 可能是睡姿的問題 或者是什麼 反正我也都沒有想太多 再來 問題來了 好 除了我朋友 開始跟我講說 有斜肩的問題之後 我發現我容易肚子痛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幾乎沒有在肚子痛的 對 但是住了那個房子之後 大概住兩個多月之後開始 每天晚上容易肚子痛 而且都是晚上的時間 白天都不會 出去工作都好好的 那也沒有吃太多的東西 都沒吃 就是反正就是沒吃 吃壞肚或是什麼 但是肚子就是會痛 然後半夜都容易聽到 小孩的哭聲 但是我都一直認為 那個小孩哭聲 因為他很清晰 然後他又很真實 所以我都一直認為是 隔壁的小孩在哭 然後我就會跟我室友講說 我們隔壁是不是有住小孩 那隔壁很大聲的 然後我室友就說 確實是有小孩 所以我也不覺得 他有什麼異樣 就覺得就是小孩的哭聲這樣 好 一直到我肚子痛 每天都痛 痛到我有一天我去看醫生 因為我們還是要遵循一般的這個規矩 還是去看醫生 我看了一個多月 肚子都沒有好 然後睡眠一樣不好 一樣都有那個小孩的哭聲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我每天這個肚子 然後肩膀又這樣斜斜 覺得好像全身痠痛 到底該怎麼辦 那我們就說 不然最後沒辦法 去睡覺 去找老師 就是去拜拜這樣子 因為我們每次到最後 都會走到這個地方 去找老師去拜拜 然後老師就那時候 剛好也在問事 我想說那就順便問一下這樣 然後老師就說 好 那我把那個地址寫給他 然後老師就跟那個 九天玄女一樣有沒有 八百英尺 五百英尺 就飛到我的那個地方去看 然後老師當下 就把我的房間的位置畫出來 雙人床 沙發 電視這樣 畫給我看 然後我就說對 然後門在哪裡這樣 他就說你住多久了 我說我大概住 兩三個月左右了 將近快四個月了 他說你有發現 你晚上都睡不好對不對 我說對 他說你不要睡雙人床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是不是都一個人 我說對 我都一個人 你旁邊就睡一個小孩 我說我旁邊睡一個小孩 我說我沒有什麼感覺 他說你旁邊睡一個小孩 那個小孩很害怕 睡不好 黏著你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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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來洗去 你都沒感覺嗎 然後我才想說 有 我有發現我肚子容易痛 尤其是晚上的時候 然後肩膀斜斜的 對 老師也說你這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你把雙人床 換成單人床 然後要不然第二個方法就是 你在你的雙人床旁邊 放一套衣服 我想說那不是更恐怖嗎 在我的雙人床旁邊 放一套衣服 我覺得更毛這樣 然後老師說第三個方法就是 你半袋 好 那你自己選一個方式這樣 對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回去之後 老師一講完 我打開那個門 看到那張床 我實在是不敢 往那個床上躺 因為你的腦子 已經知道那個床出問題了 對 你已經知道那個床 有一個小孩 然後你進去就會 叔叔回來了 就是還會跟他講話 想說看他晚上 會不會不要吵我 後來我們才發現 我就去 有一天我就遇到我的鄰居 我就說你們那個小孩 晚上都怎麼樣 就是有點大聲 可不可以制止一下 他也跟我說他們小孩 都已經國高中了 照理講不會有那個嬰兒的 那種小孩子的哭聲這樣 我來想說 這樣應該真的是我問床上那種哭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我因為沒有馬上退房 因為我們那時候年輕 還考量到有租金的問題 那你跟房東反應 因為房東其實覺得 他的處境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就轉租了 我也沒轉租 因為我很怕 下一個人又遇到 我就沒有睡在那張床上 睡沙發了 我就改睡沙發 奇怪 我睡了沙發之後 我肚子不會痛了 然後我的肩膀也開始回正了 可能自己也有調整 你知道 你去睡那張床之後 那個小孩也睡不好 對 我可能也站到他的位置 因為他睡覺不好 搞不好他鬆人床 他就是三百六十度旋轉 我剛好躺在那裡 所以可能也打擾到他 然後老師那時候 還有跟我講說 你要就是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搬家 那因為我後來想說 要搬也要退押金幹嘛 所以我就選擇睡在沙發上 然後一直到後來 我睡沙發之後 我身體好了之後 我覺得錢再賺就有 但是命還是比較重要 真的 對 我就跟房東講說 我要退租 但其實房東有問我為什麼 對 然後我就說 那裡面有小孩 我說不鬆快 對 然後房東惡話不說 好 他也知道 搞不好他知道 但我沒有詳細的問他 我只跟他講說 裡面有小孩 然後我說我就睡得不好 然後他就說好 你沒有問說 你怎麼知道裡面有小孩 我 就那時候其實的想法 就是趕快離開 就是也不要再多做什麼那個了 對 問了也好像也無事於補 對 反正我們自己知道 就是有小孩 我就趕快走了 我說實在家 要住就是一定要心安 對 不心安你就是睡不好 對 睡不好就影響健康 影響工作 甚至影響感情 所以無論如何 我覺得每個房子 就是要住心安 那我想請教一下廖老師 是 那個小孩子是在幹嘛的 應該他 可能那個小孩子的靈 沒有離開 再來 再來 太可睡在那邊 因為他已經長大 他的陽氣會比較重 那小孩子 他本來他的靈體 他的 就被他震懾影響到 他也會不舒服 那買個乖乖回去呢 搞不好會好也不一定 所以我要放衣服 跟放一個乖乖 你應該要乖乖回去 讓他騙一下 是 你都沒想到 這是開玩笑 但是還是不要 因為陰陽兩格 我覺得說那個孩子 如果在那邊 如果他是房東的家屬的 應該超渡他 引渡他離開 讓他再去投胎轉世 是最圓滿的 那如果Tag繼續住下去 會怎樣 因為孩子也是會長大 他的力量會越來越強 那你陰陽兩格 你一個陽氣 一個陰氣在那邊 其實他就會產生一個衝突 那其實我們在講這個 為什麼我們常常碰到 就是說有靈體 有這個鬼魂 那為什麼會對洋人 我們常常在講不平安 為什麼影響那麼大 我們在人剛過世的時候 在四十九天內 叫中陰身 這個應該大家有聽到 我們一旦脫離這個肉體 變成中陰身之後 我們就有神通了 他的力量就是可以穿牆而過 沒有障礙物 而且就是說 他的力量已經是 我們人體的七倍 真的喔 對 然後再變成鬼魂 超過四十九天之後 他的力量更強 就會看有的鬼魂 他們會聚集 那個修煉 那有的他們的能量 會超過我們人的四十九倍 所以我們人一直在相信科學 還是要敬畏鬼神 對 因為你眼睛看不大 不代表他們不在 那像小毛老師講 我們人身上都有磁場 有一個開你知道嗎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孝晨 孝晨很健康很陽光 我們就你最近開不錯喔 就感覺他散發出來的 磁場能量是好的 那有的人就是 你走近他或是看到他 你就會覺得他的磁場能量 最近很弱 甚至你覺得說 你最近好像運氣不太好 就會顯像出來 對 四十九倍耶 對 尤其被干擾 我最近一個好朋友 他被這個鬼神干擾 我看到他嚇一跳 他不久的時間 就瘦了十幾公斤 而且他的兩個眼睛是 踢下去 黑眼圈 凹陷 凹陷 踢下去這樣子 然後就是連穿起也避兇 真的 就是穿起有氣無力 然後好像東西壓著 那我就跟他說 你有碰到不乾淨的東西 我幫他處理之後 他就好了 又長肉了 他知道他自己碰到不乾淨的嗎 對 因為他很恐慌 他會聽到聲音 然後會看到 他很害怕 所以跑到廟裡來找我這樣子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 我看到人比較想像 人這個人元氣十足 你看起來他就是非常的有能量 對 有的人給你看起來就這樣 怎麼說 就是又陰又弱的感覺 好像真的碰到事情了 對 有這種人 好 那孝成說 你這個小時候住過鬼屋 對 對 那我一般人 你被雷打到的機率是三十萬分之一 對不對 太低了 我們家那個時候大概是被雷打到 怎麼說 因為連續住了兩個鬼屋 那時候我們家 現在還是住基隆 我媽媽還是在基隆 那時候我們本來是做和平島 後來的時候因為那個 我父親的工作關係 所以搬離開基隆島 比較稍微接近的市區那個位置 和平島的海鮮好好吃 對 結果後來搬進去的時候 因為那是個木造房屋 那時候木造房屋就是 前面會有一個小院子 那後來那個打開那個 從那個門打開之後 就進房子的門打開 你可以直直看到那個燥咖 就是廚房 然後前面依序就是那個 那個客廳 臥室 那後面等於就是說廚房 還有家的那個浴室這樣 它那個就是一個木造房子 那我記得那一年我五歲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晚上的時候 因為以前只有三台 華市 中市 臺市 所以我們家就是會打開那個新聞 新聞都七點半 我就記得我就坐在那個客廳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看了電視 那我們會有一個 那我媽媽就跑到外面去 跟那個隔壁的什麼孽媽媽 他們就是 這三姑六婆在聊天 所以現在講的是和平島 沒有 現在講的是 已經搬離開了 就住了第一間廣告 住基隆 對 那我在那邊看電視的時候 那我們眼睛會有余光 我余光我想 因為我這邊等於 等於我這樣子就坐了 然後這邊的話 等於是那個走道 我覺得走道 我覺得怎麼還有一個東西 在那邊飄這樣 我就覺得余光 然後我就開始轉過來看 我一看 我就愣住了 那個走道的話 以前那個房子就是 有一個黃色燈泡 上面會有一個像是那個 席座的那個蓋子 就吊在那個大板上面 像以前一樣 就在那個燈的下面 我看到一個女生 我從來沒見過這個女孩子 見過一個女生 然後那個女生看起來好像 那二十多歲 二十歲出頭 然後是一個清倉掛面 就這邊 只有一顆頭嗎 沒有 頭髮到這裡 前面像個妹妹頭一樣 學生頭 然後細眉 單縫眼 然後但是重點在於 他的單縫眼裡面是 兩顆是黑的 然後我沒有看到眼球 然後整個臉是像紙一樣 那個白紙一樣那樣白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鮮紅的那個 那個嘴唇 穿的是鳳仙裝 粉紅色的鳳仙裝 飄在半空中 他飄在半空中的時候 我看到他我就認住 因為我才五歲多 我非常認住 我想這誰 結果沒想到那個女生 就突然間把手 就這樣擋起來 結果她對我招了 跟你招手 招手 我會嚇到 我是小朋友 我整個彈起來 然後趕快往外面跑 因為我媽媽就在外面 因為我還可以看到 我媽媽在外面 在跟隔壁的那個在聊天 我抓過去之後 然後就抓了我媽的衣服 就是在抓她 然後我媽就說幹嘛 我說裡面有個姐姐這樣 後來我媽說哪有姐姐 因為我們那個廚房後面 還有一個後門 你知道很怕那個 有人就是這樣子 從裡面進來 我媽就抓了我的手 然後就拖進去 然後就看 姐姐呢 那有姐姐 然後一個一個房間 一個一個房間 一直到廚房浴室 繞了一圈出來 出來之後的話 說你在那邊亂講什麼 結果我媽的處置方法 就是幫我痛打一頓 打到嚎啕大哭這樣子 打完的時候 結果後來再過大概三年四年 我後來就被我媽丟到台南 去給我祖父母養 這樣 我小弟 我的弟弟小五歲 我本來以為那個時候 是兒童時候的幻覺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 會胡思亂想 可能看了什麼電影 看了電視 會是幻覺 我一直認為那是幻覺 結果後來到我成年之後 有一天的時候 我就跟我弟弟就聊到了 我們以前住的那個房子 我就說那個墨照房子 我好像看到一個阿飄 我弟弟就看了我一下 他跟我講 是不是短頭髮 然後臉白的 眼睛有沒有 沒有眼球黑黑的 然後穿得很紅色的 像風險狀 我說靠 你怎麼知道 這女生一直沒有換衣服 一直沒有換衣服 我就跟我弟講說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弟小時候也是在 幾乎我同一個位置 也看到同一個女的 他還有看到腳 也是浮在半空中 我是看到那個 大概裙擺下面 沒有看到腳 他就整個一個人 就是這樣子 懸空在那個半空中 這樣 好可怕 這是我們碰到的 第一個鬼屋 那那一段時間的時候 後來之後就 我媽又搬家了 因為那段時間實在 說實話 住到第一個鬼屋的時候 真的 我們小朋友 大病小病一堆 然後每天經過 你們住那裡的時候 都不平安 都不太什麼平安 要不然就是我 我一天到晚有沒有 就是感冒 然後被抓到醫院去打針 要不然就是我弟弟有沒有 突然間這邊這樣 K到那邊流血這樣子 然後又上到醫院去打針 那那段時間的時候 就非常的混亂 就都是小朋友的問題 後來之後的話 我媽就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那也很好 我媽真的很強 你知道為什麼 她找到第二間 租了第二個房子 又是個鬼屋 而且還是從那個菜市場 的這一端 搬到菜市場另外一端 結果沒有什麼改變 那個區域你知道 從菜市場這一端 搬到另外一端去這樣 搬去的時候那個房子呢 那因為我跟你講說 我後來被我媽 丟到那個南部區 讓我做婚婚養 太難 所以他們搬家搬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參與 我不曉得 這樣子 所以後來等到我到國中的 要升國山的時候 我才被 再帶回來 基隆去這樣 我才發現到 原來住在這邊有沒有 原來是隔了一個菜市場而已 也沒什麼好像大變化這樣 可是不一樣的地方 他還是墓到房子 但多了一個小閣樓 那個小閣樓的那個什麼出入口 正好就在我的房間 這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國山了 國山那時候考高中 所以我就準備 就是晚上的時候 我常會去看書看得很晚這樣 我住進去的時候 一開始也沒什麼 可是我後來覺得有點怪怪 因為我們在看書的時候 我們會專心在看書 然後前面也不是講說 剛剛那對夫妻在洗澡的時候 後面又冷風吹過來對不對 我那後面不只有冷風 我還會那個什麼 就這樣看著書 看著書 那個汗毛直接 一根根的 端一端一彈起來 汗毛直樹 我到現在為止 那個感覺都還在 這很莫名其妙的 汗毛直樹這樣 整個就這樣 我真的有看過那個毛 就這樣 就立起來 我想 夏天 不冷 那時候家裡面也沒有冷氣 怎麼會這樣 然後突然就覺得不對 所以那個汗毛直樹 是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嗎 對 而且它會有雞皮疙瘩 整個爬起來 甚至包括後面 還會有點腦麻 放電那種感覺 然後就覺得很詭異 我說 好像十點多我在看書的時候 怎麼會有這種感覺 而且一直感覺說 我後面好像有一個人 盯著我這樣子 照理 你後來考上哪裡 慶容中學 本來可以上建宗的 建宗是憲政武去念的 因為他跟我是鄰居 我們住得很近這樣 那結果 結果後來 我就覺得很詭異 怎麼會一直有這種 一直有一個人在我後面 那種感覺 渾身不舒服 我每次都故意這樣回頭看 因為我的房門是反鎖的 我不可能有人進來吧 對 我想怪得怎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想太多 我就想 管他就繼續看這樣子 那後來有一天的時候 我弟弟就 就是小五歲那個弟弟 有一天的時候他就 我記得是假日 他就給我抓過來 他說 各位我跟你講一件事 我說什麼事 我說我們家有鬼 我說屁啊 不要亂講話 有沒有什麼會有鬼 我說亂死我 我說為什麼 他說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要去上廁所 因為我們家 我媽很喜歡住那房子 就前面有個院子 後面有個院子你知道 這個也是同樣的格局 平房 只是廁所 竟然在後面的小院子上面 也就是說 我們要必須要上廁所 要先離開那個廚房 進到小院子 才可以上那個獨立的廁所 他說他要去鳥鳥 結果我說 然後呢 然後他就這樣睡很輕鬆的這樣子 我們的廚房跟客廳有隔離到木門 是橫拉的 是由裡面 由客廳就在反鎖 我弟弟就準備要解開那個時候 準備要拉開那個橫拉木門的時候 他突然間從那個木頭縫裡面 發覺到客廳的那個 就是廚房的那個燈是打開的 而且有兩個年紀很大的女人 講了一些他聽不懂的話 那個話又不像國語也不像台語 兩個好像吵架一樣這樣 我弟弟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人在我們家後面這邊 那我弟膽子也很大 門一拉一看 燈是黑的 什麼也沒有 我弟就悄悄的把門再拉回去 別人尿有沒有 他不是有看到兩個女人嗎 沒有看到他是聽到兩個女人在講話 後來之後他就 他就把那個乖乖的 就把門就移回去之後 上班所回去 因為被蓋起來就睡了 其實他憋了一個晚上這樣 他憋了一個晚上的時候 他跟我媽講 他現在跟我講 講完之後我就說 那我們跟媽媽講 跟我媽講之後 然後我媽的褲子幫忙 又把他打了一頓 打得很慘這樣 他說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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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結果這個事情過了大概兩天之後 有一天我媽要出去外面 因為外面又菜市場 他要去買菜 結果他就拿著那個菜籃 然後準備要買菜的時候 就看到兩個歐巴桑 就站在我們家門口 對我們家字字字點點 我媽就覺得很奇怪 這兩個人也不認識 他說你們對我們家字字點 也是在幹嘛 結果其中一個歐巴桑就對我媽講說 你們現在住這裡喔 我媽說對啊 他說快搬家啦 他說為什麼 因為有鬼啊 我跟你講真的有鬼啊 然後我媽就這樣 你歐巴桑 我媽就想打那個人 結果後來才問才知道 原來有沒有 這個女的就是之前的房客 之前是她住的 她就被騷擾到了 好像聽說騷擾了 大概三個月四個月受不了了 之後她先搬家 我媽後來才去承租 然後就租進去那裡 那我們那個房子的話 說實話 那段時間我們住了大概快兩年 一天就看到我老爸跟老媽 每天在吵架 不然莫名其妙 就是那個情緒 一直在失控狀態下 後來之後實在是住不下去 大概住了兩年之後 後來我們就搬家 結果媽也很神你知道 搬這個地方 第三個地方有沒有 是距離有沒有 我們家有沒有 也不過差不多二十公尺遠的位置 我媽就很喜歡那個區塊這樣子 因為都熟悉啦 所以會享受那個方便 對 第三個就沒有了 第三個就沒有了 可惜喔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個請教一下廖老師 是 校成他們家 為什麼第一次租鬼屋 第二次又鬼屋啊 緣分吧 他們跟鬼比較有緣嘛 因為可能 他媽媽比較習慣菜市場旁邊 比較方便 那可能他們沒有去注意 那時候的運氣可能也比較不好 你運勇勇勇勇勇勇勇就都去做 奇怪 我們運氣還好 你運氣還好的時候 房子隨便買 隨便住 就很順 對 那但是運氣不好 七間八間都 那為什麼是 他跟弟弟看得到 爸爸媽媽都看得到 因為小孩子 真的是比較容易看得到 因為小孩子 比如說他的靈 他的天庭蓋 就是說還沒有 比如說七歲之前 我們之前有在講 就七歲之前 我們天庭蓋還沒 整個蓋起來的時候 小孩子都很容易去看到 這一些神 或是翼次元空間 這一些阿飄 比較容易看到 再來就是小 比如說校成那時候國中 比如說為什麼人家說 驅魂要用銅子尿 尤其男生就是說 還是怎麼講 還是 未開發的時候 未開發 對 未開發 未開發的時候 其實他的靈很 那我們現在就是開發過度 未開發的時候 他的靈是很乾淨 你不是開發過度 你已經是被摧殘到不成人形 你知道要用中斷你知道嗎 因為我去體檢才知道要用中斷 我請教一下小毛老師好不好 就是說一個人 看起來他的能量很強 跟能量很弱 看得出來嗎 一般人裸眼是看不出來的 那但是因為我也是後 就是後來慢慢的 就是在學習過程中開發的 那所以就是應該就是說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到 對方的狀況 能量長的狀況 但是有一個方法是 可能譬如說我現在靠近笑成哥 然後我就覺得很舒服 那個感覺 就表示他的能量長的能量 是比較好的 或說 你這樣講是OK的 如果男生靠你那邊說 好舒服 好 那我離遠一點 對 那有時候你會可能 走到一個人旁邊 會可能跟朋友們講完話 然後你就會整個很阿讚 然後明明好像心情很好 剛剛都在八卦在聊天 可能忽然就好像有那種 就是好像被 能量被抽光 然後忽然很累 然後心情很不好 然後忽然想生氣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這個人能量長裡面 其實就含有這些 比較負面的元素 所以其實是可以辨別的 是 好 那廖老師 這邊是有一對新人 剛結婚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好 鄭大哥 我在講這個故事 我補充一點 小某老師那個很重要 我會講 如果你最近自己 感受自己的能量 如果你身邊 常常有蒼蠅飛來飛去 你要很小心 可能你的磁場 有吸引到一些阿飄的東西 負能量的東西 真的這個 我碰很多 我在辦公室 這個人只要一進來 我開始打嗝 真的蒼蠅就進來了 甚至有一個媽媽跟我說 她的小孩過世之後 我說媽媽 你從你來之後 我開始打嗝 然後都有一隻蒼蠅 一直在你旁邊盤旋 那她說對 自從她的小孩離世之後 就有一隻蒼蠅 一直跟著她 然後她這個也是 就是非自然死亡 對 那都有一些警示 就是磁場能量的問題 那我現在要講這一個故事 就是說 也要提醒我們觀眾 就是我們雖然是年輕人 他們會相信科學 但是有一些傳統的 這一些例俗 民俗還是要稍微注重一下 這一對年輕夫婦 就是說在交往的過程 那因為這個男方的家境 我這一個客人 是一對夫妻 就是她的爸爸媽媽 就是事業做得滿好的 那經濟能力條件夠 那這個男生 好不容易交到一個女孩子 他以前跟他父母親說他不婚 那碰到這個女生之後 他就說跟他父母親說要結婚 那他爸爸媽媽就超開心的 超開心之後就跟他說 可是爸爸媽媽我 就是說要結婚了 那要結婚就是 我這個女朋友我們有溝通 我們希望有自己的空間 我們出去買房子好不好 就在附近 不要離你們太遠 這樣你們答應嗎 那爸爸媽媽商量之後 就很開心 因為這個爸爸媽媽 是有到我的觀音店偷偷求良緣 這個孩子之前不婚 那後來現在好不容易要結婚了 他就一通電話問我說 他們要去外面住這樣好嗎 我說沒關係啦 現代社會給孩子一些空間 他們比較自在 好 那這個男孩子 因為他也是滿獨立的 就是事業也做得滿好的 先進的年輕人 那爸爸媽媽就說 要陪同他們去看房子 那他們說不用啦 我們自己去找就好 反正你跟爸爸也忙 我們就自己去找 那爸爸媽媽就資助他們去買房 錢給他們的 然後他們就看一間房子 看完買好的時候 才帶爸爸媽媽去看 那看了之後 這媽媽就有一點皺眉頭 因為他一進去覺得 這房子是很大小 因為他們東西多 希望說新婚 以後可以佈置小孩子的房間 他們已經計畫生兩個 所以空間不要太小 那所以如果說 他也不希望再去貸款 所以如果說要買那種 新的建案都比較貴 他就去買中古屋 那這個媽媽就進去就說 你怎麼挑這個房子 我一進來覺得 好濕氣 好重 然後有那種霉味 就是說裡面就是悶悶 然後有那個臭鋪臭鋪這樣子 那這個媽媽就說 你確定你們要住這裡嗎 如果不要的話 再把它賣掉沒關係 我們再找 沒有關係 那就是家裡的經濟 可以允許這樣子 可是他們兩夫妻就很喜歡 那他說如果你們很喜歡 我請人家那種清潔公司 來清潔一下 那我請老師來靜一下 因為這裡我不是感覺很舒服 那他們兩個說 媽 你不要迷信 你都這樣相信 那有的不的 不用 我都不用 我們自己來處理 你跟爸爸照顧好就好 然後連搬家也沒有看日子 好 那就先把東西 要結婚嘛 就女方的東西也都搬進去之後 然後就辦婚禮了 婚禮就辦進去了 好 搬進去住之後 就差不多半個月 這一個男孩子就是要介紹 她老婆給很多同事認識 所以公司有應酬 她就要帶她去 然後那一天 這女方就是剛好晚一點回來 然後她說 老公我先上個廁所 那你幫我挑 我等一下要見你同事 你覺得我穿哪一件衣服比較好 結果她就從衣櫥打開 就翻翻翻 看到一件就是花洋裝 還滿適合她老婆穿的 她就把它拿出來給她老婆穿 然後就去參加應酬了 然後去到這個會場 每一個人都說 你老婆好漂亮喔 很有氣質又很有女人味 你眼光超好的 你怎麼可以娶到這麼好的老婆 然後每一個人就討侃她說 某某某 就叫她老婆名字 比如說叫她小倩好了 小倩 你條件好好喔 就是眼光差一點 你怎麼會喜歡我同事 我比較好 我比較好 這樣就跟她開玩笑 好 從那一刻開始 這個小倩也很喜歡 我們用一個假名 就是說小倩也開始很喜歡 穿那一件花洋裝 她覺得穿這一件花洋裝 大家都會特別的賞賜她那一種眼神 然後她老公也覺得 特別好看 特別開心 可是她心裡就在想 我老公什麼時候去買這一件花洋裝送給我 給我這個驚喜我都不知道這樣子 好 那之後她老公的事業就越來越順 可是這個女孩子就開始 身體不是很好 就常常發燒 生病 然後莫名其妙就請假 然後常常就跟公司告病假 可是她老公卻越來越好 公司也升等了 然後就越來越忙 那公司接的訂單又多 那有一次就是她老公加班到十一點多 那跟他們那一組的同事 就一起就開車要回家 然後到半路呢 她老公突然接到一通電話 就是她的同事 比如說叫她外號小明 我們娶她叫小明 小明就接到同事電話說 小明啊 我們那麼晚了 你老婆還來接你喔 他說沒有啊 我自己開車啊 我剛剛跟你會車 我看到你不是載你老婆 還是你老婆載你 還是我看花了 你老婆就穿那一天那一件花洋裝 我看得很清楚 沒有啦 你看花了吧 可能我們加班你太累了 沒有我老婆在家裡這樣子 好 那她也就以為是同事看花眼 然後就回到家 她就開了門 開門之後呢 因為老婆就坐在那個梳妝台前面 她的房間就是他們空間滿大 然後從客廳要走到 房間有一小段距離 她就看到遠遠看到老婆 穿著那一件花洋裝 坐在那個化妝台前面 在梳頭啊 然後還在擦保養品 還是化口紅這樣子 然後她就走近一看就說 那麼晚了你還沒睡喔 然後她的老婆就站起來 可是這個 這一個老公卻倒退兩三步 就跌坐在地上 因為她看到的那個女生的臉 不是她老婆的臉 然後這時候呢 她老婆從床那邊聽到聲音嘛 因為她還在房間外面 在門口 然後她就聽到有腳步聲 然後就跌倒那種聲音 然後她就從床這邊過來 就說老公你回來啦 她老公更闖 我剛剛看到那個是誰這樣子 然後呢 從那一刻開始之後呢 她比如說她睡覺睡一半 要半夜要起來上廁所 她老公小明好了 要半夜起來上廁所 她就 她老婆就背對撤睡 然後她看到她老婆 怎麼還穿那件花洋裝在睡覺 這樣子 然後隔天她 因為她很累 她就沒想那麼多 隔天她就說 老婆你以前不是都穿睡衣嗎 你現在怎麼穿洋裝在睡覺 她說沒有啊 那我就買你送給我的睡衣啊 所以最像她旁邊的是誰 對 然後她老公就越來越毛 後來呢就是說 她老婆就常常在生病 她覺得很怪 後來她就回去問她這個媽媽 跟她媽媽講這事 她還不敢跟她老婆講 然後她媽媽就說不對喔 你這樣不對勁這樣子 那後來她媽媽就跟她 廖老師你她說到我這樣 不敢跟三三叫了 真的耶 好可怕喔 看到穿太太的衣服 但是臉轉過來不是太太 對 然後太太還在家裡面叫她 對 好可怕 等一下據說 好不好 來 先休息進廣告 那個她老公要叫令彩晨 老師 所以廖老師這個女的是誰啊 對 我就是這樣說 就是說她就這一個男孩子 就帶她去跟她父母親講 然後她父母親就覺得老一輩 比較有這個概念 她就覺得說 你應該碰到不乾淨的東西 然後她就到辦公室來問 但是在那之前還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這個男孩子也出了一個車禍 就是她好像閃神 就感覺她在開車的時候 她在照後鏡有看到 一個女生就穿那一個花洋裝這樣子 那本來她給她這一個老婆 穿花洋裝 沒有講開之前 她以為說這個洋裝是她老婆買的 然後她老婆以為是她老公 買給她放在衣櫥的 對 然後她來 她就跟她爸爸媽媽來問我的時候 我說你們那一間房子應該不乾淨 然後我就去探這一個男孩子的原神功 然後我就說 你老婆現在是不是都身體不舒服 她說對 她自從結婚之後 她本來身體很健康 最近常常在告病嫁這樣子 然後一直說她很不舒服 尤其晚上都睡不好 覺得好像胸口很悶都喘不過氣 那有時候就頭很痛 甚至耳朵裡面痛到一個 好像昏眩想要吐 就常常想吐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這個房子不乾淨 裡面有這個 有其他空間的這個 就是阿飄住在裡面 那你要不要去問 你們當初在買這個房子的 這個就是說前任屋主 裡面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那我看到是有一個女孩子這樣子 那她應該還有遺物在裡面 你們應該找找 然後那個新郎就嚇一跳說 遺物 老師我有想到有一箱紙箱 可是那個紙箱就是還滿乾淨 那因為我們就是很快就結婚 然後又搬家 然後工作又很忙 事業又很忙 我沒有去處理那一個紙箱 紙箱還在儲藏室 那回去她爸爸媽媽就 跟著她兒子就趕快去儲藏室 把那一個紙箱翻出來 結果那紙箱裡面真的有那個照片 就古早一張照片可以這樣翻翻翻 結果她一看的時候嚇到了 她整個腳這樣沖起來 笑成她 因為那照片就是那個女生 對 她看到一個女生 就是她那一天在化妝桃 看到的那一個女孩子 而且拍了一個生活照 那生活照旁邊有一個男孩子 應該看起來是她的男朋友 然後穿的身上就是那一件花洋裝 那一件 那個男生旁邊 那個女生就穿那件花洋裝 對 那後來她就去問 所以那花洋裝是她留下來的 對 她留下來的 那為什麼那個花洋裝會跑出來 他們也不清楚 就是說她去整理衣櫃的時候 那太太就去穿那個花洋裝 難怪身體一直不好 對 吳義中她就是要應酬 充充滿滿她覺得 那一件洋裝特好看的 那她同事不是有看到她下班的時候 在一個女生也穿花洋裝 對 她說 那是誰 就是這個女生 那為什麼她有辦法在下班的時候 跟她坐在一起 她就一直跟著這個老公 跟著這一個小民 我們化名小民來 我就要繼續講 然後她就去問 問說這一個屋主 前陣屋主 就是有一個女兒 她本來交了一個男朋友 就是本來很好 然後這雙方父母也很喜歡 這一個男生 可惜就是 這一個男生的家境還不錯 那對方的父母親 不太重意這一個女孩子 可是他們在一起 好像四五年了 已經這個男生跟女生 已經都論及婚嫁了 那他們就已經在計畫說 我們什麼時候要結婚 這個女生已經滿懷期待 要當新娘 可是因為雙方的父母反對 可是他用了一個 比較婉轉的方式就是說 你哥在美國的公司 需要有人去幫他 他一個人忙不過來 那你要不要先過去幫他 這個男孩子也以為就是說 先過去幫他 後來到了要出國的時候 他父母親說 你就要定居在美國去幫你哥哥 我們也要搬過去這樣子 那這個男生就跟這一個女孩子講 就是說他可能沒有辦法 跟他結婚這樣子 這女生就很難過 然後就吃了安眠藥 可是在家裡的時候 被家人發現 他並沒有馬上就離開 可是到醫院搶救了好幾天之後 就過世了 對 那後來就是 我接收到一個訊息就是 這個女生要嫁給這個小明 對 因為他要嫁給他 所以他一直跟著 那為什麼他要跟著小明 他就要嫁給他 對 他要做他的新娘 我知道 但是他怎麼沒完沒收 他教他他 他有時候就是這一個緣分 或許他不去穿那件洋裝 就沒事 穿了之後就是一直 這一個 締結了這一個一連串的事情 然後這一個 因為他們也新婚 那他本來要過世之前 那人有異性 他不是一直期待要結婚嗎 對 那他又看到他們感情那麼好 新婚燕偶 他會有羨慕 所以他也想要嫁給這個小明 所以他一直跟著小明 也幫了小明 一直在事業上一直成功 那他們知道 這個女生想嫁給他嗎 後來就 後來就來問 我就說 這個女生有一個訊息出來 就是他想要跟你明婚 然後他爸爸媽媽聽到明婚 怎麼這麼恐怖 這樣才可以 我就說 請示一下菩薩 結果就是說 這個女生並沒有惡意 她是 就是真的要 去她的那個 神主牌 要做她的這個明婚的新娘 我說爸爸媽媽 這個 就是我們有請示菩薩 菩薩說是可以的 可以完成這件事 後來真的明婚了 明婚之後呢 這一個太太就不再生病 然後這一個小明事業扶咬直上 都很順利 有在幫她 有在幫她 很順利 後來他們生了兩個小孩 現在小孩子也很漂亮 就很順利這樣子 那再問一下 小明不是有一個晚上 旁邊睡的那個女人 穿那個洋裝 結果不是她太太嗎 不是 他們有做一次你知道嗎 不是 就是說 應該是那時候 那一個女生 借她老婆的身體 躺在她的旁邊 她老婆去哪裡了 在啊 因為她是魂 她是魂 她可以就是附在這一個 我們肉體的上面 讓我們肉眼看見 對 這真實故事耶 對 我的天啊 真實故事 我常常接收到那個 這個很像電影情節 對不對 我還接收到一個 更像那個外國片的電影情節 就是有一天 我的兩個助理同時跟我 我們今天要播兩部電影 我的助理同時跟我說 老師 最近有一個 有一個女性 她好像有一點精神的問題 一直打電話來 一直打電話來 說叫你救她 可是她講的話 很像她 我跟她說 你可能要去看精神科 她還這樣跟她說 我說為什麼 她說 她講的話很像拍西洋片 她說什麼 她的嘴巴裡面 蜘蛛會跑出來 然後又有回文針 她一直撈撈到都 那個喉嚨都流血 然後又有一顆眼睛 會跟她講話 她說 根本就是 可能妄想症還是什麼 我說你們不能這樣講 我來跟她 我來跟她這個諮詢 思覺失調 對 我就來跟她諮詢 結果是真的 真的什麼 對 是真的她發生這樣的事 就是說 她就是 剛好可能是臭巧 她剛搬家 結果他們有親戚過世 她去參加一個商禮 回來之後 她晚上睡覺就覺得 喉嚨好像有萬隻螞蟻 在那邊一直在動 然後很癢又好像 塞住她的喉嚨很不能呼吸 她就很痛苦 又癢又痛這樣子 然後她就半夜跑去那個 她的化妝間 然後去洗手台照鏡子 她嘴巴打開 然後就有一隻一隻的蜘蛛 一直跑出來 然後她嚇死了 然後她就一直吐 你知道嗎 就吐馬桶 都是蜘蛛 然後 你們聽可能會覺得 他去笑 你知道嗎 幻想 可是不是 我在跟她講的時候 她非常鎮定 也不是編的 但是她是驚恐的 她希望我幫她 然後她就說 可是如果你能相信 她那個蜘蛛 一直跑出來是真的呢 對啊 因為有時候這一個 另外一個空間的東西 它是可以控制到 你是可以變成 這樣的一個情節 對 那後來她就說 有一次她覺得喉嚨很痛 然後她說她裡面 她看到有一支回聞針 然後她一直去看那個 耳鼻喉科的醫生 連那個醫生都跟他說 你不要一直來找我 裡面就沒有回聞針 你一直說回聞針 就沒有嘛 我看到的就是 你抓破皮 你是不是一直去摳它 她說 結果回聞針在裡面 我口水都吞不下 我好痛 然後她就說 你去看精神科 你不要來看我 這樣子 那我就跟她說 你 你有唱歌嗎 你知道嗎 她說真的老師 我去參加那個喪禮之後 晚上還會有一個聲音 從我的喉嚨跑出來 我去看 看到一顆眼睛 在跟我講話 就在她喉嚨裡面 一直發出聲音 跟她對話這樣子 那後來我就說 那個聲音跟她講什麼 她就說 妳帶來這裡 妳帶來這裡 我要去帶到 她問她 妳帶來這裡 要去帶到 妳帶得很好 我看妳睡得很好 她住的那個房子裡面 有人 她又剛好去參加喪禮 我覺得就是這樣 剛好 因緣際會 她就去碰到這個事 那後來我就跟她說 妳這個要祭桑煞 妳要超渡這一個亡靈 好 那這個故事 後來怎麼發展 這是真實故事 等一下再請教廖老師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廖老師後來呢 後來就幫她處理了 幫她把那一個魂 引魂 然後幫她做了超渡 然後請菩薩 結果我們在做超渡的時候 會念經 然後我們寫書文 跟這一個和解 跟她說通 然後把她引渡走這樣子 這個就是讓這個客人 做了一個功德 幫助這一個 那後來她就好了 後來好了 打電話來謝謝 我說那妳要來拜菩薩 後來她也有來答謝這樣子 好可怕 好可怕 對 那廖老師其實還有一個故事 也很精采 不過等一下再說好了 好 那我們再請教Tag Tag妳去中國發展 在上海住房子也不順 其實不是我 是我一個朋友 那我那個朋友呢 我們大家都會開玩笑 叫她仙姑 因為她常常會說 她又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這樣子 那她呢 那時候跟我一起到上海去工作 然後她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她這一份工作呢 其實她一開始還沒找到的時候 她先找到她的住所 那這個住所 其實離她後來找到這個工作 非常的遠 她上班大概要一個半小時 所以她後來她開始上班的時候 一開始前面的一個月很順 只是就是交通很遠 她就覺得她要搬家 要不然每天這樣子 來回三個小時移動不掉 她就在市區 離她公司 稍微近一點的地方 找到了一個租屋處 好 那我們大家都是台灣人嘛 就想說 你進家來幫你勤募一下 她就一直不讓我們去她家 她就覺得不用麻煩這樣子 那後來我要回台灣了嘛 那我就有一些行李 我想說 我要放在她那裡 然後她就說她今天要上班沒空 那她請我直接放在她們家門口 好 她就給了我地址 給了地址之後我就去 她們家是一個很老舊的大樓 然後那個大樓一進去就是很暗 很潮濕 你知道上海那種舊大樓也是很恐怖 然後那個電梯真的很舊 就是你坐在裡面還會這樣晃 就是這樣晃晃晃 一路這樣晃上去這樣 讓她住六樓 好 那個一坐上電梯 我就覺得她怎麼會住在這個地方 好 六樓門打開 你就轉出來之後是一條長長的長廊 很暗很暗 她就在那個長廊的最底 然後還要再左轉進去 好暗 只要你聽你說 我就覺得住在那裡已經不平了 對 然後我就走 走到底之後 我就發現怎麼她會住在這麼暗的地方 好 我就把我的東西放在她的門口 我就走了 我就問她說 你那個好暗好暗 你要不要在你家門口 裝一盞燈 那個燈就是只要有人來 就會亮的那一種 我說好暗了 就覺得我自己去 我都覺得不是很舒服這樣 然後她就說 她就說她要跟對面的商量一下 我說那你對面住誰啊 她說我不知道欸 我就是每天晚上十點多 下班回去的時候 會有一個阿伯走出來 然後那阿伯就是鬍子很長很長 但是都不跟她打招呼的 就是自己開門進去出來這樣 我說喔 是喔 那應該也不是很好商量的人這樣 好 最近不是上來封城嗎 那不是都要做核酸嗎 每一戶這樣 那他們都會有一個群組 但是那個群組裡面 就是少了她對面那一戶的號碼 所以她就覺得有點奇怪 然後那一天她就下去做核酸 做核酸的時候她就問那個 防疫人員說 我對面住的那一戶 就是她也沒有在群組裡面 然後也是一個老伯伯 那她是不是有什麼 可能不會用智慧型手機 或者是什麼我們要不要去協助她 或者是怎麼樣這樣 然後那個防疫人員就這樣看著她 她說 是一個鬍子很長很長的伯伯嗎 她說 對... 那我們是不是就是可能有狀況 我們得去協助一下 她就說你有看到她 她說對啊 就是有時候十點多下班的時候會碰到 然後那個人就皺了一下眉頭 雖然說他們大白全身都薄起來 但是那個眉頭還是看得到皺眉頭 她就說那個阿伯 在五年前就過世了 然後她就說過世了 她說你有沒有發現他們家 前面有一個那個八卦鏡 然後她就也不敢多問 她就說那她是怎麼過世的 她就說那個阿伯是生病 然後從六樓跳下來 跳到二樓的陽台摔死了 然後那個朋友忽然就眼睛又鈍了一下 因為她之前就有跟我們講說 她每天晚上在回家的時候 電梯的門都會在二樓的時候自動打開 然後再送她到六樓 然後她才回家 然後回家的時候她就遇到那個阿伯 對 她一講完的時候她就說 所以那個阿伯是從六樓跳樓到二樓死掉 然後 二樓會打開 二樓會打開 因為她要回家 她每天晚上死 然後 六樓 對 然後我朋友就問她說 那那個死亡的時間 她說就是大概晚上九點多 十點多的時候這樣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我 然後那個防疫人就說 所以她那間房間目前是空房 沒有人住 那因此她不在我們這個群組裡面 我朋友就說好 她就做完核酸她要回去的時候 她就想說 因為那個時候是白天嘛 她就比較不怕 她回去的時候 打開她家的門 她就往頭上一看 她確實看到一個八卦鏡 然後她就看到後面那個阿伯 阿伯在她後面 她就馬上在群組裡面跟我們說 她說我的天啊 我現在要搬也搬不了 因為現在上海封城 她根本也哪裡去不了 但是這個阿伯現在在我家 我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你就 她說她等到解封之後 她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馬上搬家 但是她一開始真的沒有感覺到 不舒服 她只覺得 就每天會遇到那個阿伯 然後那阿伯就臉很臭都不理她 後來廖老師 碰到她怎麼辦 碰到這阿伯怎麼辦 就在後面 阿彌陀佛 就阿彌陀佛就好 對...一個佛號 可能這一個 這一個阿彪她會退散 這樣子 對... 如果再沒有退呢 沒有退她也不會死 就我們退嘛 就我們退嘛 對... 念佛比較不會受傷 這個好可怕 阿彌陀佛